難得天氣好 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到暖暖運動公園 兒童遊戲場 不過孩子玩盪鞦韆 正玩得開心 卻發現盪鞦韆開始搖晃 在這個接合處的螺栓都已經鬆開了 所以只要小朋友在一溜盪鞦韆的時候 他就整個結構 統統都會跟著一起搖晃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下面他的這個基座的部分 底下可能也鬆開 也是搖晃 可能需要我們市政府 要把它再來加強 只要把它修復這樣子 有家長發現 遊戲場的盪鞦韆底部的螺絲鬆開 懷疑是雨天的天氣容易耗損 擔心有民眾受傷 當時也帶著孩子到遊樂場 遊玩的陳怡 接受民眾反應 趕緊通知教育處 今天是連假的第三天 那陳怡跟很多父母一樣 都會帶著小朋友 來我們的暖暖運動公園來這邊玩 那結果後來發現 就是有熱心的民眾 也來提供 就是說我們的盪鞦韆呢 其實現在的 現在的狀況是非常不好 他的那個螺絲已經鬆動了 然後在家長在推小孩的時候 他整個是晃的 包括我們看到那個草皮 那草皮呢 也整個都是 呃 涼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基隆的天氣的關係 所以這些其實是 呃 像是我們鞦韆啊 或者是我們草皮 其實是一個消耗品 包括今天好天氣 很多的家長都帶小朋友來 那 呃 使用率也是很高 也有到幾千人 希望呢 呃 相關單位能定期回覆 定期的維護 不是等到東西壞掉的才來修閃 而教育處收到通知 趕緊派員封閉兩處蕩鞦韆 同時也淋落廠商 盡速派員檢修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